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白天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白天辉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虽然白天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 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 军经查证属实 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赖孝敏目无法迹极其贪婪 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属于典型的不收脸 不收手 顶峰作案 社会危害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 依法应语言成 就是把这个名字叫超市人 就在里面铁柜里 因为铁柜柜 一分点都没花 都放在那里了 最后组织上都收了 所以我一说 这也是要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呢 最后人们又不敢花 又不敢用 还提心吊胆的 而且街头的老板都是 还动了几个亿几十个亿 上百亿的 给你点钱 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自己来说觉得我支持他这么大 都是帮他发展起来了 我自己也是 觉得很正常的了 这个当时就非常那种 麻木的 他往上升的话 肯定需要业绩 他不会考虑 长期的风险会怎么样 只要你第一时间 把规模给我做出来 把短期利润给我实现出来 至于这个项目 三年五年之后出现风险 他不管了 都是他的朋友的 有时候为了 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 把一些从市场角度 考察的很多因素和点 要么是忽略了 要么是给美化了 他也说了 如果出了风险 我华融就是干不良资产的 我也去能给他解决掉 但是他这种解决不良资产 不是靠着技术和运营去解决 而是靠着拿更多的钱 再去填更大的窟窿来解决 而且他也说了 如果出了风险 我们再来融资 再把这个风险 给他适当地延长 我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城市 只有一条道一样 这个猫抓老鼠 这老鼠只能在这条道上跑 十条道 那老鼠就多了九条道出来 在这种有漏洞可钻 治理结构又不完全的情况下 直到中继委发现了 这个事情才露出来 虽然白天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 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造线索 军经查证属实 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